而且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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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算過女生 有 那你剛才講一大堆 還是一樣被我吃掉 誰啊 還是我覺得任務商業要懂的是 亂手機東西是一種病 不是OCD嗎 如果你有太多東西 如果就是一些 大家都同意是OK的 但有些東西等太久了 有時候太爛 已經破了 已經變得有味道很髒 像我之前的女朋友 她有一個小美人魚的一個小攤子 然後她每天都會帶去哪裡 都會連去旅遊什麼 然後有一天我們在旅館睡覺 然後出去的時候有清潔人員進去 看到的時候她以為這是垃圾 所以把她丟掉 不知道她多難過 然後她就去垃圾 那個很大的垃圾桶撈一撈 然後在後面就 我希望不見了 然後她就轉身 你幹嘛不綁我 這就是超生氣 所以我就好去綁她 最後我們找到了 把她細桿精良次 還是 那個一定是她成小 她還是捨不得 對 那是安全感的來源 那算是一個陪伴她長大的 她可以沒有你 但不能沒有那個毯子 她可以不要你毯子 能看到那個毯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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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